此时,远处的海梦至尊与至尊傀儡立刻冲出,直奔战场,要以至尊之力去强行改变战局,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改变局势? 这位八元女至尊忽然笑了起来,随着笑容的传出,在异族大军内,一个不起眼的异族突然身体颤抖,猛地抬头发出凄厉的嘶吼。 随着嘶吼,她的身体不断地膨胀,在这膨胀中,四周更多的异族居然身不由己地被吸来,相互融合在一起,在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内,一个足有千丈之高的肉球赫然出现在了星空中。 这肉球有五官,仔细一看,分明就是一颗头颅,双眼睁开时,露出一抹冰寒之芒,笑声渐渐传出。 有意思,看来还真有需要本尊的时候。 这肉球话语一出,立刻收索,眨眼的功夫就从千丈的肉球变成了一个身影。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,穿着一身红色的长袍,他样子很怪,头颅极大,看起来与身体很不协调,不合比例。 此刻咧嘴一笑,有无穷的煞气轰然爆发,身体一步走出直奔海梦与至尊傀儡,轰鸣间与二人站在了一起。 这一幕让海梦至尊等人神色一变,就连三大尊者也都双目收索。 这气息,你不是三十三天的修士,你是来自,来自那两个势力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一族大军内突然的有十多位一族都发出嘶吼,身体膨胀,袭来四周的一族身体。 很快的,就有十多位强者突然的出现在了战场上。 尽管修为的波动都不是至尊,可爆发出的战力却超越了主宰。 出现后,这十多人都笑了起来,身体一晃直奔山海界来临。 他们的气息与众不同,不是山海修,不是三十三天修,甚至这世界都在排斥,都在压制,可却无法将他们驱散。 因为他们的降临不是本尊,而是全部的神魂,如同夺射一样,强行出现。 其中还有一位赫然是巨人中的一个,身躯更为庞大,仰天嘶吼,迈步杀来。 眉心有心点转动,煞气滔天。 一时之间,山海界再次败退,第七海消散,第七山在这数千万一族的轰击下也崩溃在了山海修士的面前。 整个山海界的局面瞬间倾斜,此刻山海界内还剩下两片海,两座山。 局势危急,死就要被毁灭。 就在那数千万一族在那十多个突然出现的强者带领下,杀向第八海的一瞬,突然的一道光剑从第八山上轰轰而来。 速度之快,瞬间临近第八海,落在了这群异族的最前方,那位眉心心点转动的巨人面前。 这巨人猛地抬头,大吼一声,右手抬起,向着此光剑一拳轰来。 双方刹那碰触后,巨响滔天,光剑崩溃,可这巨人闷横一声,身体蹬蹬蹬地后退,右臂直接炸开,小半个身躯都崩溃。 鲜血喷出,血肉模糊时,第二道光剑瞬间来临。 可却不是追击着巨人,而是落在了第八海上。 此海早就被布置了禁止,此刻这光剑落下,立刻引发禁止,使得整个第八海顿时咆哮。 无数光环在海面出现,升空而起,无数轰鸣巨响连环爆出,惊天动地。 一时之间,凄厉的惨叫传出,所有踏入着第八海的异族,有不少在这禁止的爆发下,直接崩溃,形神俱灭。 可死亡的这些,与整个异族大军比较,还无法伤筋动骨。 不过,在士气上的影响却是不小。 谁? 那失去了手臂与小半个身躯的巨人,仰天咆哮。 他身后那些降临而来的身影,也都目光夜闪,齐齐看向第八山。 此刻有一道长虹正从第八山上呼啸而来,速得之快,直奔此地。 正是孟浩。 他的身后赫然跟随着数十尊异兽。 这些异兽不知被什么手段刺激,此刻全部咆哮,争鸣来临。 这一刻战场的局势千遍万化,两位八元至尊一位杀向水东流与水东流一起消失了, 另一位被三大尊者不惜代价暂时封印。 而海孟至尊与至尊傀儡则是被那大头修饰,以一人之力强行阻拦,正处于生死交战之中。 孟浩的出现再次将局势变化,阻挡了一族大军。 可同时,那些降临而来的十多个身影,包括那些巨人,也都将目光落在了孟浩的身上。 没有丝毫迟疑,这十多道身影刹那而来直奔孟浩。 随着他们与孟浩展开厮杀,一族大军再次杀入地巴海。 这一次,顷刻间就将地巴海覆灭,杀向地巴山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一声轻叹传来,一道身影从地九山海呼啸而出。 在这身影身后,赫然跟随着一片虚幻的世界,仿佛他整个人就是从那虚幻的世界走出。 迈不间出现在了一族大军的前方。 弟弟,我来帮你。 声音沧桑,可却带着柔和。 那身影是一个青年,神色内带着孤独,似他本不该出现在如今的时光里,可偏偏走了出来。 正是,柯九思。 他带着消散在历史中的妖仙古宗,出现在了战场上。 刚一出现,立刻他身后的虚幻世界内传出一声轻叹。 那叹息来自真灵夜。 夜的叹息回荡。 虚幻的世界里,似一双眼睛漠然睁开。 几乎在睁开的瞬间,有百万一族的身影全部消失。 出现时,他们在了外人看不到的时光岁月里,在了妖仙古宗内,与全盛的妖仙古宗开战。 不仅仅是柯九思出现,与此同时,一对道旅二人也从远处的地九山海走出来。 随着走来,那女子的身后,跟随着无穷的修士。 这些修士都是神色茫然,可却藏着疯狂。 而那男子脚步所踏的地方,星空成为冰寒,如有双土随行。 正是双土腰地,寒山。 梦小有,寒某来了。 寒山出现,冰封天地。 他们修为或许不高,可他们的出现让这山海界的修士重新有了决战的勇气。 随后,寄主也走出,还有孟浩的外公也都出现,甚至方家的强者也都杀了。 还有来自地九山海的各个宗门,甚至孟浩看到了小胖子。 他尽管害怕,可依旧杀向异族。 还有孟浩的师尊,胆鬼。 他也出现在了人群内,与异族决战。 更多的熟悉的面孔,随着战场杀到了第八山海陆续的出现。 以这第八山为战场,一族与山海修展开了生死绝杀。 轰鸣回荡。 面对那无穷无尽的一族,所有人都在拼命。 孟浩心神一阵。 可如今他顾虑不了太多,也无法去帮助。 他的四周,那十多个不属于三十三天内的身影,正展开他没见过的神通,冲杀而来。 尤其是那些巨人,每一个都有强悍的肉身之力,极为恐怖。 轰轰之声回荡。 战场上每一处都有生死。 孟浩已红了眼,他修为有所精进,此刻出手就是杀机。 吞山诀变化,一座座山峰轰隆隆的落下。 化身青色大棚,断筋裂石,更有血腰出现。 嘶吼间扩散八方,至尊桥轰鸣降临,镇压一切。 他身体如魅影,一个人与这十多人开战。 轰的一声,一位巨人喷出鲜血,露出无法置信。 胸口直接被孟浩一拳轰开。 狠狠一抓时,捏碎心中。 大量的鲜血散出,将孟浩全身染红。 神血,虽然不精准,可也不错。 孟浩立刻察觉到这神血内的不俗。 身体一晃,再次杀向众人。 轰鸣间,他喷出鲜血,身体退后。 那十多人也都杀来时,孟浩忽然大笑。 右手抬起时,铜镜出现。 战兵显露。 皮冻更是飞出,化作铠甲。 来呀,啥呀? 孟浩大笑,神色癫狂,更有争鸣。 嘶吼滔天。 他的朋友在战,他的亲人在厮杀,他岂能不陪伴。 远处三大道门也在全力出手,一声声自爆回荡,来自山海界修绝命的疯狂,一时之间给这异族大军造成了很大的阻碍。 甚至山海界节节败退的局面,在这一刻也都停了下来。 异族大军面对的是整个山海界的疯狂。 没有用,这一次,你们一定被灭族。 冷笑从崩溃的第六山上传出,是那位女至尊。 他的四周此刻那三大尊者已经枯萎得皮包骨,可还是在坚持。 甚至他们身后,他们的弟子也都来临,盘膝坐下,送出寿园,一同镇压。 你们能困我多久?三大经文不俗,至尊仙界无上经道。 可惜,你们修为不是至尊,否则的话,今日还真有可能将我长久封印。 而如今,你们还能坚持多久? 我脱困之时,就是山海界覆灭的一刻。 山海界此番早已被注定了,被灭去血脉。 山河不在,之前的战争,你们能打到如何程度? 的确是我三十三天小看了你等,可在绝对的力量下,你们必定消散在岁月里。 仙界的辉煌当年就应该成为飞灰,残喘至今,只不过使得仙人更被人轻蔑罢了。 八元女至尊在那三角封印内望着山海界,淡淡开口。 声音传出,回荡整个山海界内,落入每一个山海羞的耳中。 我很诧异,你们莫非真的以为自己还有希望? 哈哈哈哈,三十三天之后,是两大尊界,一方魔界,一方仙神界。 两大界已无限地接近。 去去山海,以什么来对抗? 你们的血脉会被灭绝,你们的神经会被抹去。 一个不留。 八元女至尊目光扫过山海界,这里的所有人,甚至包括孟浩在内,都无法让他去看上一眼。 他目光所望,是在那第八山后的第九山。 那里是另一位八元至尊与山海界内的唯一看不透,也是唯一忌惮的存在。 至于其他神秘强者,要么不会对他出手,要么哪怕强悍,可却因种种原因只能默默观望。 水东流,这只是你在山海界内残魂夺赦的身躯而已。 那么,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? 这场战争明明早已被注定了结局。 八元女至尊皱起眉头,这一点她看不透,也是她心底仅有的迟疑。 山海之战还在爆发,轰轰之声回荡时,地八山颤抖,环绕着地八山一族大军与山海修士的开战惊天动地。 让星空碎裂,甚至这地八山也都被波及,出现了一道道裂缝。 海梦至尊与至尊傀儡的面前,那位大头强者出手极为诡异,且擅长肉身之法,居然以一人之力强行拉住了他们,使之无法脱离。 其他方向,一族争明,与山海修士滋杀惨烈无比。 孟昊这边一样凶险,他四周的十多个降临的身影,更有巨人环绕,使得声响滔天,树法之光璀璨。 孟昊批头散发,已然拼了全力了,脉不间一拳落下,灭生,入魔,杀神,三拳似要轰开星空,直接落在一个降临身影的身前。 八方震动,那人喷出鲜血,直接形神俱灭。 孟昊喘着粗气,转身时,战兵划过星空,如一道长虹匹链,锁过之处,任凭他身后冲来的二人如何抵抗,都在亥然中被直接斩飞了头颅。 孟昊的手在颤,连杀三人的代价,使他这里瞬间承受了其他众人的神通,更有来自巨人的肉身之拳。 哄哄哄。 孟昊喷出鲜血,好在有皮冻在,他的伤势并非极为严重。 在永恒清地绝下,快速地恢复的同时,他目中露出凶残,左手抬起,摘星法默然运转。 直接将一个降临的修士瞬间抓来,正要捏碎其喉咙,可他四周的其他人也都再次展开神通。 电光火石之间,孟昊笑了,那笑容争鸣,他没有半点迟疑,放弃了抓来那降临修士,而是迈不肩走出,一头撞在这被吸来了一半的修士眉心上。 轰的一声,那修士发出凄厉的惨叫,头颅直接碎开,孟昊全身鲜血,使得他的样子更为争鸣,仰天嘶吼时,他四周的那些降临身影,彼此相互快速地看了一眼。 刹那间竟一个个飞起,在半空中居然彼此融合在了一起,他们的身躯似乎都是夺舍与拼凑而来。 本就存在了诡异,此刻相互融合下,甚至那些巨人也都奔跑而来。 转眼的功夫,余下的这些人,就凝聚成为了一具身躯。